中共二十大十六号在京召开 江泽民、朱镕基、罗干吴邦国缺席会议 外界推测可能是健康或政治原因 年近八十岁的胡锦涛仅随习近平入场 在胡锦涛就座时 习近平弯腰伸手搀扶他坐下 胡锦涛也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后入座时 向习近平露出微笑 温家宝则全场表情肃穆 最受瞩目的是 习近平走上台发表讲话时 全场鼓掌 唯有李锐环一人没有鼓掌 只是眼神直直地盯着习近平 李锐环其实我觉得 他是一个敢于跟江泽民对着干的人 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时候 李锐环连续三年的政协报告 只字不提支持对法轮功的镇压 所以我觉得如果李锐环连江泽民都不怕的话 那对于习近平更就可以不理你了 反正你也不能把我砸地 习近平在开幕式发表报告 在不到两小时的讲话中 习近平多次咳嗽喝茶水 来清嗓子引发关注 但是中共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是做了近三个小时的报告 全文是三万两千多字 习近平一气呵成 这时隔五年 是不是他的体力有所下降呢 习近平讲话中多次提及要解决台湾问题 并在时隔二十年后 再次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写入报告 但报告同时也提到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提到不放弃武力 那这次重复出来 我想对习近平来讲 那这个是讲给内部听的 那第二个就是 他之所以还会强调和平统一是最优先 我想是讲给美国听的 所以他是兼顾对外宣号内宣的需求 在过去的十年任期里 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清洗政治对手 成为几十年来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 中共纪委副书记萧培 17号在记者会表示 习近平十年反腐 20.7万多的各级一把手被立案调查 据中共官媒报道 从18大到19大的五年中 被打掉的老虎苍蝇多达140万人 其中很多落马的官员 都曾积极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 位列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 追查名单 不过时政评论员郑中原曾指出 中共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 确实相当可观 但是相对于全党接摊的现状而言 这个数字微不足道 而且以江泽民和曾庆红为首的巨摊 仍逍遥法外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 现在习近平所清洗的对象 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对手 连他的得力干将王岐山 恐怕也会受到波及 王岐山的五大心腹 包括内侄姚庆 多年大秘董红等都接连出事 新台日电视台记者韩非 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